8月,耐凉 我们拍摄了一位在日本百年制药企业做开发的研究员 这个听起来高大上的职业 让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 你的基本给是多少 我能说我没看过 又交了税,又交了保险啊什么的 也更多一点 但是你要想我每个月还要还10万的房贷 我就没剩啥了 郑强高中毕业后就来到了日本 本科和硕士都攻读药学的他 八年前进入了现在的公司 勒敦负责饮药水的开发 五年前,郑强和妻子在奈良买了房 一栋前后带院子将近400平米的一户建 让人十分羡慕 然后那个第一家房的下来多少钱 那个地吧,我买得非常便宜 因为那个人急着出手 然后就不到2000万就下来了 房子4000多万 4000多万 所以说南亚看下加起来就将近7000 7000 所以说,现在一身债啊 不便宜啊 当然不便宜了 那基本后半辈子就得被还房贷奋斗了 我是知道日本有二次元 但是说实话我是冲着日本的药来 等会儿 那么小就理解日本的药吗 但是因为我的姥姥他 以前他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护士长 什么都懂 然后我从小看着那个中药药图鉴的 然后也幻想着自己某一些 像极其忙碍一下拿出来什么东西 拿着人要到病除的一个什么 所以说那个时候心里 隐隐就有一个想法在里面 但是那个时候感觉就是 啊,这个日本做药好厉害啊 那个 我也想做一下,学一下 于是那个时候我在高中毕业期日本考大学的时候 我只抱了各个大学的药品 别的我都没有喝 郑翔做着喜欢的工作 但也背负着生活的压力 像他这样在大企业工作的白领 他们的一天是怎样的呢 现在是一个交通发达 人口流动激烈的时代 一个人为什么要生活在那块土地 一定有着很深层的理由 郑翔的一天从早晨7点开始 每天早上起床后 吃完早餐先送孩子去保育员 这天我们约了9点见面 跟拍他的一天 但是现在 不好意思啊 头一次早上开这条路 上面还挺堵 哦 郑翔每天通勤需要一个小时 自己开车从耐凉到大阪 但是今天不巧碰上了堵车 没关系 9点36的话 10点应该能到 原来的我们工作的那个 核心时间是从 早上9点到下午3点 现在因为这个新冠 要错开交通高峰 10点钟之前来就行了 更短了 再加个饭 4个小时 哇好棒啊 但是如果你要是 天天都是4个小时的话 你可能一个月的工时 就不够了 你总的工时 还是按你每天 应该上班的出勤日 乘以每天8个小时 那么算 如果要是比这个时间 再短的话 它会按你的那个比例 去把你那个薪水 薪水就会减少了 感觉挺自由的在你的公司 自由倒是自由 进公司的第一件事 我们先参观了郑祥所在的办公室 居然发现 这里一半以上的位置 都是空着的 你怎么没人啊 啊现在是什么那个 下宅期间嘛 所以说没有什么 一定要在公司做的事情的话 我们就 就不来了 也许因为是制药公司 正强在公司的生活 出乎我意料健康 我们公司在有一个这个 就是走步嘛 走步可以换钱的 哈哈哈 换ポイント 换ポイント 你看我现在4527ポイント了 这是4527块钱吗 对 然后 拿钱可以买什么呢 各种健康果子 然后还可以买那个体检 体检的时候有一些自费检查嘛 而且这个东西 只能用就是走路币限定 你必须得自己 自己自己走路自己 增相自己的那个意识 然后才能拿这个再换其他的东西 如果不超严的话 就每个月会定期的给你500币 你要是戒严 直接给1万币 据说 现在公司内所有的区域 都达到了完全禁烟的程度 那戒了之后再戒了之后 再戒了之后再戒了之后 再戒了之后再戒了之后 只给一次 这等于我要不然的话 我一天戒一次的话 我不用上班了吧 哈哈哈哈 今天我们要做的 今天我们要做的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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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的制作方向 根据成分表格 一一称重配比 看起来非常繁杂 然后这是 固体的薄荷 哦 薄荷的原型是这个 对 这是薄荷 你猜一下最少是多少 随便猜 错了 应该会错 不要也看差多少 0.5 0.5 0.5 很可 走你 这0.02 啊 很好 很轻的 为了称出准确的薄荷原料用量 正想反复调整了三四次 而眼药水开发 就像密码索一样 十几种原料 几十种搭配 这样的工作量 想想都觉得惊人 其实啊 到这边就行了 剩下的这个数字在跳的话 主要是因为这个房间的气流影响 哦 那 这空气 空气流到0.0几颗 绝对有 我说这东西 反正身边上也有了 我觉得我只要别 别比这个东西用力难受的话 也就那么低了 嗯 但是那样的话吧 哎 就觉得 你跟别人讲这东西我做的时候 感觉不好意思 觉得还是得做自己能挺着胸脯说 哎 这东西我做的 这种东西 等我儿子能够说明白的时候 他能跟他的小朋友说 哎 你看这我爸做的 哎 特别有感觉吧 嗯 欢迎 我们坐在这里边是可以这么做 要不然在那边大家坐在最横摆没法说话了 所有人面向了一个方向吃饭 这是疫情期间的特别要求 今天的午餐是荤素搭配的套餐 员工福利价只要180日元 他边上有一家那个寿司店也很好吃 那种板前寿司 曾经历四ved 因为疫情 公司的许多线下会议变成了在线视频 ej 这次回来 快开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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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妈妈不在 要不然就发现爸爸不在 这回发现 一窝人 这个好 萌萌 我进不去了 你在这先下吧好吗 日本的保育园 日本的保育园 里面比较小 但是都收拾得特别整齐 结束了一天工作之后 没有比一顿丰盛的晚餐 更能治愈身心了 今天做东北烂炖 吃过吗 哈哈哈哈 乱炖的时候 土豆不能切 得拿那个 勺子 快就粗啥了 才好吃 好 明明有菜刀 却要用手掰 除了土豆 茄子 青椒 甚至连大蒜 郑翔都想要徒手捏碎 不行 这个蒜 我们那个 就拿大菜刀了 给这蒜拍一下 那就要拍 行行行 好 好 好 茄子 你看这里都是手掰的茄子 要不要 能里面 茄子 断面是粗茄 哦 这样的话你这个东西做出来才好吃 但是 才可以炖 对 还有味 是不是接触面积能大点 哦 处处贴有标签的厨房 充分展示着主人的强迫症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 你看这个 而且调料是你看 这个粒和粉 我是分开的 还要分吗 那当然粒和粉不一样 但是那个融化的速度 融化速度不一样 所以说你需要的时候它是不一样的 就你做产品的时候 它那个怎么说 它的我们叫什么生产批号的不同 它做出来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你们俩是做眼药水上的做料理的 其实有的 其实是进入自己的身体内的 对吧 哈哈哈哈哈哈 初恋性的应该是个眼睛性的 嗯 最后一个小快炒 盐糖要酒 胡椒粉 鸡粉 一小时后 郑大厨完成了今天的晚餐 不削皮的土豆 用手掰断的茄子 我很期待这道家乡菜 东北乱炖 我尝尝 好像再加点酱油就好了 这个吧不是那么咸 嗯 把那个菜的味儿给它煮出来 这是咸咸的味道 嗯 好吃好吃 下饭不 嗯 你可以就是没饭吃 贼香 嗯 两年前 郑祥和妻子有了自己的宝宝 旭生 从二人世界升级为三口之家 旭生跟我们分享了他的目标 我以为地尖 我以为地尖 我要地尖 我以为地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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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乖啊 对 全部大味道地尖 我以为地尖 乖啊 叔叔他们就住在地尖 旁边 嗯 嗯 哈哈哈 所以我们家就住地尖 住在地尖 住在地尖的城堡住了 知道不 每天晚上挠了点放花 你知道不 叔叔就住在地尖 你跟叔叔说 我还有见白雪公主 那你这个放了花椒跟 麻椒 麻椒 嗯 那么细的粉 跟着芡走了 其实你每个豆河上 芡汁上都裹了一盏 其实炖羊肉也是 油 油 水 油里放啥 水里放啥 然后 往里放什么 料 什么时候放 怎么放 都一回事 那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采访 你住在这里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我一直说我希望能把 能让我做出来的东西给更多的人 带来好多带来幸福 我觉得现在这个平台 给了我这个机会 可能这个平台它恰好在日本了 所以我在这里 我现在是这么想的 我现在是这么想的 然后这些你看 这都是枫树 到秋天这都是红叶 你看这都是红叶 那边是西面 然后 我们研究室那个 就在那边的话 跟加班之前看一眼西 但是我还是比较 管娘家全那个叫什么 年薄嘛 对 那个甜薄米都是斜道 你知道吗 年薄米才是正义 我们在YouTube新开设了 会员频道 打开何之梦官方频道主页 点击加入 每月仅需290日元 即可享受 我住会员加长版视频 以及粘手福利 快来加入吧